這一個歷史水道路段 最近有民眾發顯 我水道附近的路基 有漸漸比大最重的 危險的進行 加上比重的投資 各種下風的農甸破壞 讓農民是救口連天 為處在兩位 統帝代表的要求下 這一個公所 要在管護上官單位進行開展 希望官方來收學改善 在年過過期的進空下 為在一個頂利是水道附近 有一個道路邊坡 比大後造成的大水 穿上危坑 而且危坑的狀況 漸漸威脅到道路的路基 就嚇意外的發生 這一個公所 在兩位統帝代表的要求下 向官方來進行開展 這邊有一個寒洞 跟這個野溪的 這樣子的一個排水路 那這邊呢 由於長年的這個水路的 這個青霜 目前已經這個 頭髮的部分 已經有蠻嚴重的崩塌 我們可以看到 這棵大樹的樹根 已經嚴重裸露在外面 那如果不是想一些方法來改善 它可能會持續崩塌 甚至影響到整個陸基 那有一些危險 所以今天特別拜託 縣政府來跟我們做這個會堪 兩位在新的地面代表 也在會堪中 跟一位上長男見行 最會來歡迎 陸邊的排水稿 看到的程度不夠 這些造型大水因過陸邊 來威康邊坡的偷舊 這些偷舊 也有個造型 下游浪電的回船 因為我們的水量 上面的雨水量來太大的時候 我們這個水溝的寬度不夠 高度不夠的時候 所以水它會溢出來 溢流出來的話 就會流到下面去 所以水量大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 好好的把它 從這個水溝裡面整治下去 下面一個節水溝 能夠從那邊溢流下去的 裡面來澄清說 因為那個水流失 然後重到它地面上一些農作物 因為今天配合那個縣府 還有我們政長 還有工作裡面的課長 還有代表來這邊 來看說到底現在什麼情形 說縣府能好好地改善一下 這今天是水島 現在是很漂亮的地方 但輪車變少了後 維修倒路的工作也變得比較比重 好過在有著新的證明代表 不惜港度頂部 關於港部出現版人員表現 中的趕緊錄案頂部 進走來的幾位活報 記得今天散散播度